他是全网最真实的打假人 走到哪就打假到哪里 他把那些无良商家的套路一一揭穿 避免消费者落入无良商家的陷阱 却在大连市场遭到滑铁炉 破解鬼称密码迟迟无果 甚至遭到商家不断威胁 我是邦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B太的打假之路 作为网络知名打假人 B太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本着走到哪打到哪的原则 一举柴穿了不少商家的套路 让无数网友了解到自己消费背后的真相 不少人都表示 原来自己之前真的被坑了这么多 一点都没有发现 作为B太北上打卡的第一站 大连这座城市给了他不少的惊喜和惊吓 最开始购买的商品都没有缺金胆量 让B太觉得十分的欣慰 但知道在海鲜市场购买海鲜 商家这针掩掩的态度 以及坐地起家的气势 让他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100多四斤的隔离 实际上做出来也就不到三斤的样子 而一台电子秤的出现 更是让他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虽然贴着合格商标 但这台秤可以随意调节 也就是说商家肯定在其中 谋取了不少的利润 可以说是还不少 但看到B太不断地尝试破解密码时 商家不仅进行了言语上的威胁 甚至还上升到动手的地步 不少网友都表示 这一看就是做贼心虚 不敢想象 如果今天遭到威胁的不是B太团队 是一位年迈的老人 后果又将会是怎样 面对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人员的调查 商家依旧不依不饶 甚至反咬一口 表示B太对他们语言攻击 面对商家如此恶劣的态度 B太决定当场破解密码 但经过了几百次的实验 以及众多热心网友的场外帮助 最终还是没有破解成功 但他表示这件事情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他一定会找到一个结果 还给消费者一个知情权 很多人都表示原来自己这么多年 被坑了不知道多少次 不知道这一次究竟时称有问题 还是故意为之制造噱头 还需要进行等待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让不少人都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也看到了不同城市的美 B太在继续打假事件的同时 也让无数网友发现了大连的特点和美景 其实在此之前 不少地区都出现过旅游景区了一涨价事件 遇到这样的无良商家行为 真的会非常影响来次旅游的人 更为让人对这座城市 添加上本不该属于它的差评标签 对于B太打假大连海鲜店鬼称这一事件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